今天咱们炒一个我吃的饭 炙子烤肉 炙子烤肉 我看看这么多葱差不多了 够了 香菜 三叔您可多放点肉啊 行了 刚才吃的我吃的海参 你还想多吃点肉吗 咱们这个厚腿肉啊 还带着筋呢 哎 带着筋 有嚼头 为什么切这么薄啊 这个嫩呀 鱼成熟啊 这会儿好 请叫三叔赶上了 二伯爷你讲讲炙子烤肉是北京什么菜呢 北京 北京特别代表那个名菜 烤肉系烤肉啊 对 就是正念名菜 对 特别是北京的人 炒这个 对啊 光是榜子夏天 喝着啤酒 吃着柿子烤肉 来着瓶小二 这个肉呢 稍微有点肥是更香 吃羊肉是宁吃肥中肉 不吃瘦中肥 对 你看吧 小亮子把羊肉换绝了 搁一大盆这些 这点够我吃了 腌一下老抽 提提酥 对 再搁点生抽 搁这个就不用搁盐了 搁点糖 来 搁点鲜 搁点胡椒粉啊 这搁不搁酒啊 二伯 您看就是老北京 好 这叫抖 对 这也是一种方式啊 腌制的方法 对 全是手法 待会儿有一个小料 二伯 这是拿自然 辣椒面 花生 碎 芝麻 盐 炒过来的 不煩 这个物鲜 对 没来手就提前做了 舍得什么 咱们把滴滴滴的香油啊 二伯哥给我再来点油 刚倒着葱上来的香油 是葱油 这不用搁什么鸡蛋垫粉啊 没嚼头了 过去老时候就传下来 做普克 就普克 对了 老时候就传的 我们腌一会儿啊 腌多长时间腌一会儿 其实正常人师父弄 好 咱们开火啊 实际这个有点味儿行 来 会儿咱们蘸着小链一吃更香 嘿 小链子 就是动作大点 脑袋大点 是吧 我们再加上拿平底锅 砂锅都可以做 只要你这把锅底烧热了 就行 就怕不烧热了 之后呢 搭锅 有的人呢 是什么呀 喝葱头 我不喜欢喝葱头 葱头太甜 没有葱的香气 我们搁点上好的花生油 这叫底油 今天咱们就可以下了 二伯说火上到了 摊开 一看就香 对 就要的是那种 斯拉的 什么原因 对 斯拉 香味出来了 看着 羊肉不宜咸 家里边的火还是入 就砸下去了 温度不够了 煮汤了 是吧 在正常来咱们就不煮汤了 是吧 因为咱火 在家里的火温度 还是不够的 闭水咱们不要 咱们可以炒二回啊 对 好 阿白 你要为人避水吗 吃的这肝香 肝香 还有点焦香味的 臭味的 臭味的 对 咱们先把油放上去 放油烟烟 其实这么炒的呢 炒腰子 炒肉筋 炒牛胸口 都是这种炒 来 杯吧 行了 我们下葱了啊 猪稍微塌糊 咱们就可以吃肉了 这葱啊 后能炒的 太熟 行了啊 二次下来 下来以后马上就要砸掉 来 没有 这时候再点点老抽 鸡翅色 香油 改进去 因为刚才香油已经流湿了 烈火 烈火放生菜 铺贝们 这个口肉 铺了 哎 这家做一盘美好的小味道的菜 这小酒一喝 哎 这在家里边要做 哎 吃小肉 那绝 入锅了 我开了 吃小肉 咱们 吃小肉 啊 吃小肉 好 咱们 好 好 同时在这里我们祝全球的华人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